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北谷 欢迎你们收看我的课程 本节课 咱们开始学习EXR中的第十章 第三节课EXR中的绘图 好 咱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首先看一下本节课目标 理解绘图的概念 并会使用很简单 打开咱们的EXR开始进行讲解 新建一个空白工作簿 点击文件 不是点击文件 是这样一个绘图 没出来 咱们点击文件选项 自定义功能区 先把咱们的贵物菜单给调出来 这样一个贵物菜单勾选 调出来 在上面会有一个绘图 绘图里边主要有这些功能 咱们点击这个绘图按钮 可以在EXR里边进行自定义画图 这里可以选择笔 然后黄色的笔 什么颜色的笔都可以 在这里还可以添加笔 比如说添加个铅笔 选择颜色 铅笔的颜色 还可以添加其他笔 或者阴光笔 选个颜色 选个天蓝色 等等都可以 我们可以使用橡皮仨 把它们都删除掉 把没用的给删除掉 也可以使用套索工具进行选择 现在没有两个图形 直接使用这个套索工具进行选择 选择完成之后 可以进行组合 组合上一个对象 再取消选择 这样就成为一个对象了 勾选这个墨迹转化的旋转 先点这个按钮 当背景变成灰色的时候 咱们再进行画 它就转化着形状了 将咱们这个灰色图形 然后转化着形状 有可能 它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可能会有一些失败的现象 它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动作正确转换 大家客户自己摸索一下 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要删除这个形状的话 直接选择之后按DT的键进行删除即可 然后绘图 再绘一个 像墨迹转化的形状 绘 变成圆 三角形 等等 正方形 墨迹转化的形状 如果不勾选的话 就是不选择的话 你画的就是一个图形 选择这个笔你画的 绘图 选择 这样就是你随便画 随便画 需要这个绘图 然后将墨迹转化为数字公式 和之前咱们讲的在公式里边 将墨迹转化的公式是一样的 不得进行讲解 绘图这个内容很简单 大家了解一下 好 本集的内容就到这里 注意事项 注意绘制图形转化着形状的用法 平时用这个绘图的地方不多 大家了解一下即可 本套课程到此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大家有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进入留言 我会及时进行解答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陪伴 谢谢